聽說主廚要帶來不用糖就可以做的醬燒料理嗎 是 其實會分享這道料理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外面的地雷很多 其實很多醬燒 紅燒 然後糖醋 糖醋還好你還聽得到糖 可是很多醬燒類的你聽不到糖 可是它裡面的糖事實上是很多 三杯就很多 對 三杯很多 那其實就是酸或者是鹹 這一種的我們通常會加很多糖去壓它的味道 算是把它鬆和回來 把它拉回來 因為你如果只有鹹的話 通常那個你吃的會不舒服 對 不好吃 那還有一個其實糖的運用 我覺得像鹽巴我常常分享 鹽巴其實是要把甜味引出來 而不是加到要有鹹味 加到有鹹味其實都過了 那其實我們在用糖的時候你一樣 你要加的時候是把甜味引出來就好了 所以用糖怎麼做醬燒啊 其實像夏天的水果很多我們都可以拿來用 天然的水果 其實像我們醬燒大部分都會用醬油 或者是像我們今天是用蠔油 醬燒的話你如果用糖去加 你會因為糖你在加 你要吃到有甜味 其實難度比較高 因為你在那麼多的食材會把甜味蓋掉 對 那我們用水果 水果還會有香氣 對 那水果還會有 這是什麼水果 纖維質都 這個是芒果 現在正當季 對 叫什麼 甘露 芒果把它果肉剁碎是不是 對 剁碎 我現在血糖好低 好香 那我們一樣一直分享 油也是要減少 你沒有加 沒有 雞肉 雞腿肉的話 我就是一半的皮全部拿掉 留一半的皮就可以了 那我們一樣先煸出一點點的油脂 對 這樣油脂也會攝取 它的菜都好健康 攝取比較少 我覺得這一碗 我們加點冰塊跟糖 然後打成冰沙 而且它弄點煉乳 真的 好好吃喔 你們兩個到水 血糖過低 趕快回來 我們現在只用幻想的 是不是還好 是 我們稍微把它煸出 如果說像這種 這麼甜的水果 如果你們空腹吃的話 血糖飆得更高 所以你如果說 這麼甜的水果 你要稍微吃點東西 再吃一點稍微好一點 但是上去不會那麼快 是喔 我們這個雞肉下去 已經有油脂出來了 好快 對 很快 洋蔥就可以讓它下來 為什麼不是先下洋蔥 先下洋蔥 你就要用另外的油脂去爆香 所以油脂再加上雞肉的油脂 我懂你的意思 對 所以老師 有些人用水果來取代正餐 那樣是不對對不對 絕對不行 因為你很餓 然後你又把它點了 那個速度很快 那速度上去得非常快 所以我們現在吃飯的順序 有規定就是菜肉飯 對 但菜肉飯的話 就是飯基本上也算是糖 不過它那個飯的糖 比起那個水果糖來講 還優質很多 因為好多減肥的人 都是很餓的時候 去買一盒水果 但是他可以買 剛剛劉伊莉講的那個巴勒 什麼那個沒有糖的 糖分少一點的 纖維質高一點的 但是絕對不能吃這種水果 可是我說半夜小來吃 八樂越吃越餓 什麼都開胃了 完全沒有吃 你是買鹽酥雞還是 我告訴你壓力有點大 是 我們就把爆香 該爆香的 就把它放進去爆香 用雞肉的油脂 所以你看那個香氣 還是爆得出來 然後紅蘿蔔也是 就把它丟進去 怎麼一點油煙都沒有 因為其實油少 油很少 然後這其實是蔬菜的水分 所以它會那個香氣就會出來 再來香菇 我們也是讓它一起進來爆炒一下 其實做菜 其實就是很簡單 你就是層層去堆疊 你這樣講做菜超難的 對我來說是 我的臭層很多 我們也是層層堆疊 我們都很慘 我每天一個下午準備 那個一個晚餐 然後就出來 然後我女兒臉色就很難看 然後我們說怎樣 我那麼難吃是不是 然後我就坐下一次 怎麼那麼難吃 就誤會它了 就不好意思 其實不會啦 你選擇的食材 如果是來源是很棒的 那你其實做的烹調 就是非常輕柔就好了 沒有 我來源真的都滿棒的 所以是很多問題 秋葵下去 秋葵我不切開 這樣子由蒂頭這邊 它會脆脆的 口感很好吃 對 那如果你是要讓它有一點點 就是像勾芡的感覺 你可以也一半把它切開 對 它的黏液它就會流出來 但如果血糖控制不好的人 建議用這樣子的方式 為什麼 因為它如果切開的話 它水溶性膳食纖維 它就容易流失掉 那它不切開 它保留那個水溶性膳食纖維 它吃完之後會讓血糖穩定 所以它今天加了兩個菜 有很大的重點 一個是香菇 一個是秋葵 它是糖到病人 它其實是首選的食材 真的喔 膳食纖維高就對了 是 那我們現在來加一點 醬汁進來 來了 醬汁來了 蠔油其實只要加少許 讓所有的蔬菜跟肉類的甜味 引出來就好了 你這樣差不多一湯匙而已 對 一小湯匙就可以了 很少這樣 一小湯匙就好 那還有一個 如果我們是用糖的話 大部分糖這個時候就會下 對 那就會在裡面熬很久 可是如果你用水果的話 我的建議是最後再下 因為水果的香氣跟它的甜味 就會留在最後 對 所以我們把它燜一下 讓它雞肉熟了 我們再來調味 滾了之後呢 我們就把我們的黃豆芽 你怎麼知道雞肉熟了沒 雞肉我們 看它白白的就好了嗎 應該要這麼講 就是雞肉你把它剝開 讓它全部都是白色就可以了 對對對 那雞肉如果你煮過頭 它那個雞肉組織 它扒不住它的那個膠質 它膠質就會流到湯汁裡面去 你的肉就會老 所以烹調在這個時候很重要 看你是要吃雞肉好吃 還是要喝湯好喝 所以燉湯燉湯 它就有一段時間把它的膠質燉出來 所以做菜要稍微 有一點多吃 對 那我們就把我們的 最紅色 黃豆芽 對 對蔡宜盤她記不了多少東西的人 就不要叫她記這麼多 真的 這黃豆芽膳食纖維是綠豆芽的兩倍 所以如果你選擇要控制 確實要選擇黃豆芽 那我們這時候就可以把芒果加進來 是 那豆芽很快就熟了 是 像芒果在下也是要稍微蒸 我那半碗要留給你 YES 是 我們稍微把它拌炒一下 而且顏色很漂亮 是 然後它會有那個芒果的香氣 這樣看起來有點像金沙的 然後我們稍微再把黃豆芽燜熟 這樣就可以了 就好了 就好了 其實做菜很簡單 是 你不要這樣剪 我好像真的跟我們撥起來沒事 把一個層層堆疊之後 再下芒果就可以了 沒有 被騙好多次了 回家做真的沒有那麼簡單 所以我們燜多久就OK了 大概兩分鐘就可以了 好 待會兒來試吃 醬燒料理試試看 哇 試試看 好好吃 好清爽的甜味 對 清爽的一個醬燒 其實醬燒我覺得我們要把 醬燒這個觀念稍微丟掉 其實醬燒不一定要是很重 很濃 然後又要扒在那個壽司 扒在那個肉啊什麼 我覺得不用 其實你淡淡的 你就會吃的很輕鬆 很舒服 對啊 你吃那個秋葵超好吃的 沒有切掉蒂頭 他真的是整個味道很鮮美 真的好 我怎麼都陪了 真的沒有 被拉光了 秋葵平常味道他不算重的嘛 他很清爽 我反而想說 那個芒果醬下去之後 會不會反而 芒果疤在上面 會不會芒果酸甜味很搶 沒有欸 反而帶出了 秋葵平常你比較吃不到的一個甜味 就是裡面舌尖上那種甜甜的感覺 這好好吃喔 其實烹調在調味就是要這樣子 就是把食材的味道引出來就好了 因為我們剛才下的那個醬汁其實是很少 一小湯匙 那其實我們的料不少 那你現在吃你還是覺得有那個味道 其實夠就好了 我現在吃了很多奶店 把食材都放在一起 只要吃我 煮不到他 睡得好 吸氣 煮到他